早安 今天是12月4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開市最渣顧 今早我們有太豐東方資產管理基金經理朱俊文 和譚凱雲陪你一起開始 朱sir 今個禮拜大使有什麼焦點 我們就說禮拜在今個月的月初 恆指相對來說比較起步不定 就要留心會不會是 相當是壓了長期在晚7點以下 因為之前晚7點都是一兩天走去修復失地 暫時是修復不了 今天恆大法院的宣布也可能會影響稍微的股市 而美國那邊可能真的放聖誕的感覺 因為很多經濟數據都公佈了 而且都是偏格的數據 變成對美股相對有所一定的支持 所以那邊可能是相對比牛皮 或者是毛脈上升為主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講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上星期五才跌後升 導致突破36,000點 創出今年以來的最高 聯儲局主席巴威爾 星期五出席活動時說到 會致力保持緊縮的政策 直到通脹走上2%的軌道 而為了實現通脹的目標 最近的核心通脹進展必須持續 現在猜測政策何時會放寬 仍然為時過早 美股三大指數早短向下 之後最多升314點 收市升294點 收報36,245點 標指升26點 收報4594點 納指升78點 收報14,305點 歐洲股市做好 法國股市向上 英國和德國股市升幅超過1% 紫金龍中國指數跌過1%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是個別發展的 蘋果和亞馬遜靠品 Google要向下 Tesla的Cybertruck開始交付 星期五股價最多跌3% 收市跌幅收窄到0.5% Meta跌0.7% NVIDIA未跌 微軟是逆市跌1% 以月託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各別發展 美團、阿里和騰訊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網易比本港收市低超過1% 匯控比本港收市高2% 折合60.4% 另外比亞迪折合206.67% 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而理想同小朋友 就再比本港上日收市低超過3% 看看亞太區的情況 日經平均指數現在早段要向下 跌275點 到33155點 首爾綜合指數向上 最新是升19點 2524點 升來普通股指數 和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 最新都是向上 升來普通股指數升87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升3點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最新的情況就是 方向未是很明確的 升26點 16800點左右的水平 稍後圓盤會繼續和大家跟進 現在和朱sir談談外圍的情況 聯署局下個星期 就會舉行今年最下一次的議息會議 有聯署局線人之稱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Nick Timmeras又說到 他說今次的FOMC 預計不會再加息 但就叫大家不要預期官員 匯白紙黑字 承認加息周期已經結束 聯署局可能的口風上 會維持鷹派的前瞻指引 即下一次利率的調整方向 有可能是加息 而不是減息 Timmeras就說到 他認為官員需要時間去觀察通脹數據 是否維持降溫的趨勢 或者經濟和就業數據放緩的速度 是否會超出預期 其實美國上星期公佈PCE和核心PCE 都是符合市場預期 核心PCE按年升3.5% 是連續第三個月回落 另外聯署局主席鮑威爾說到 現在利率已經進入深入限制區域 但判斷何時才會實施寬鬆政策 現在是言之上早 又說有機會繼續加息 朱sir 是否預期今年12月都不會再加息 以及明年5月會開始減息 見到道指再創新高的 春年第一季是否能夠繼續做好呢 首先我們就是說 在息率的角度 基本上是再加不到的了 所以去到12月 甚至斷言說 今次的加息周期 就是5.5至5.5% 就是最高的息率 今天亦都有頗大 即是非常高的所謂的機會 當然我們就是說 亦都好像聯絡那些 譬如說是仙人或者傳聲筒 他就指出 聯絡哥他可能仍然都會 在減息前的最後一秒那一刻 都會堅持著一故的態度 指出就是說 你不要亂來 我還有可能是會加息的 其實這些類似威嚇 或者震懾的言論 坦白說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官員 他一定是要這樣做的 OK 因為見基於 我們就是在美國 老實說 美國很多次在加息周期的圓結 非常之坦白說 不是潑冷水 很多時間的歷代的周期裏面 他是採取軟著陸的方式 或者硬著陸 還是硬著陸呢 我不想哄大家 很坦白說 很多次最後都是採取硬著陸的形式 據說在最近那兩次來 其實都是 就是這個 無論2018年 2019年 他最後那一段 其實是要減息那一刻 那時候的倒子 都是大跌的 OK 那時候也是受到 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搞到 無論在政治的角度 或者經濟的角度 都是比較急速地 降低的 2020年3月的急速的減息 就是非戰之序 這個世界出現了巨變 但是你不要管 是誰的錯誤都好 這個是人民的錯誤 或者是環境的錯誤都好 它都是一個硬著陸來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次 其實美國要進行減息那一刻 其實不是一個溫和的方式 變成我們在這次 美國是由零幾乎 加到歷代 近十幾年最暴力的所謂的息率 它竟然仍然 經濟數據仍然 都是比較強勁 仍然都是有一個 少少加息的概率出現 可以體驗到 其實在聯儲局的政策裏面 是真的在這個語氣上面 或者在實際行為上面 是真的不可以寬鬆的 因為舉當一寬鬆 或者是開口牌 太早說到就是說 類似暗示給你聽天下太平 那時候 很老實說 那些股票就會亂禁暴炒 然後那十年期國債 又會亂禁 跌得太過急 或者太過快 當那十年期國債 回到太過急的時候 很老實說 就和自動減息 或者提早減息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大家都見到 利率是由5厘 減息 減息 這麼快地回到0.8厘 這麼急地可以回到4.2厘 這已經是一個自動地 所謂寬鬆 或者解封的一個行為 如果你在語氣上面更不寬鬆的話 那就真的有些火上加油的感覺 變成聯儲局 還去聯儲局自己的說法 但的確我們說 在經濟數據裏面 是否降低 其實很多在一些傳媒上面 或者是一般的新聞報導上面 其實都看到 都有報導過 是不少的數據都有降低過的 有一堆數據我都建基於當 預期一些投資者可能都會明白的 那我就不再多言了 但是我們都可以說一些 另外一個可能 在起碼我們這篇新聞報導裏面 沒有什麼講過 一個總體的指標的 讓大家是這麼直觀地 覺得經濟究竟是降低還是怎樣 我們就說 美國或者任何國家的GDP 我猜大家都認識的 美國公佈第三季度的GDP 是相當強勁的 這個是去到6% 但是現在有質疑 究竟是第四季度的預測 是有多少%呢 那你就知道 美國的機構這麼完善 就一定是有一個 比較完善的預測系統 有一個是回去做中文 就叫做 亞特蘭大的GDPLOW OK 即是LOW TV的LOW GDPLOW 亞特蘭大的GDPLOW 這個所謂預測的 是所謂的 你覺得是機構 或者是一個數據 或者是一個物體 這個 這個預測是四季度 是多少個%呢 這個按年的增長 只有1.2% 那我再讀一次 1.2% 那你想想 從第三季度的6% 碰一聲 去到第四季度的1.2% 那你在環底裏面 都跌得挺暴力的 OK 但是如果以 根據過往的那個角度 其實GDPLOW的 所謂預測的準值度 是非常之高的 變成在這樣的角度 我們會見到 其實在GDP的預測裏面 都見到 是大幅地環底地放滿 再加上 就是拿一個小的訊息 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 GDP的數據 其實是可以上收下收的 例如你第三季度公佈的6% 是這麼強勁也好 但是有些子 其實可以上收下收的 那它最主要下收了哪些 就是個人消費的那部分 它全面是下收的 那相反是哪些是上收的 就是那些 譬如說是 那些投資的 政府的投資項目 這些 它又回到這些 政府支出的上收 那你也知道 如果GDP的含金量來講 個人消費下收 但是這個是 如果是加費上收 你是常收的話 那很直接 就會明白 那個GDP的含金量 就變了下降了 這個OK 那再加上 就是說其實最重播一次 就是一些普通的新聞報道 都跟你講過很多次 譬如說樓市的數據 coop down 新屋的 所謂的中位數的價格 是跌到高雙位數字 以致能源價格 譬如說是油價 都回到去近五個月的低位 那這種都顯示了 其實那個經濟 都真心地是真的有所coop down 這個多強勁都好 是真的有一些所謂的coop down 變成我覺得 在這個息率裏面 也都因此 都算是一個比較 綜合的結論 就覺得應該是到頂了 這個 不過就視乎就是說 市場已經是由 那個減息的周期 是不斷地推前了 是由最悲觀的時候 的九月 就去到五月 甚至現在的對沖基金的老大 是壓住去三月或者四月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是減息的頓程 有越來越早的所謂的跡象 這個就是整個盤面的格局 就是這樣看 就是剛才聽你的語氣 那你對美股接下來的走勢 是否都是偏淡呢 特別是你說到那個GDP 那個環比的增長 會大幅放緩 其實美股呢 我覺得其實 因為其實你知道它近來 直到現在這一刻都好 它都是玩那一套 所謂的壞消息 就當好消息炒那一套 即是熊市數據就當牛市 牛市數據就當熊市 這樣行的 OK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 究竟美股是否應該 採取體淡的態度 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很視乎了 整體它在減息之前 究竟它那個股市 是強行進去什麼地步 這個 因為你也知道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經濟相對來說 是寬鬆的話 但是我經濟又要軟著陸的 那個股市理論上 是相對來說比較強勁的 但是這種所謂的強勁 大家看一幅圖 你也看到 連道指 這麼慢的道指 都幾乎75度角 或者70度角 向上升的 如果讓你有去減息 前那一刻 它已經在這個 這麼強勁的圖表裏 是繼續向上噴的話 那你在那一刻 減息那一刻 你才買入呢 那會不會犯了極度典型的 一個是所謂散戶投資式的 所謂巴堅風馬 或者是所謂 是sell in fact 這個 sell on fact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陷阱 變了就是說 其實在價格裡面的拿捏 開始來說 相對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萬一不幸地 在減息 真的減息落實那一刻 股票是夾到 忽頻的股值 或者是夾到太多的話 在減息的初段 倒轉 懲罰投資者 是反向派發 其實是個機會都相當大的 這個也要相對地 比較留意下風險所在 好 那我們看寬一點 其實看到 道指創了新高 其實金價都頂 紐約期間 上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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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升了百分之一 去到二千零八十九美元 紀錄收市新高 期間也升近百分之二 另外 比特幣最近 升得比較急 上個星期五 也創了十八個月以來最高 逼近三萬九千美元 十年期債息 進一步回落到4.2厘以下 綜合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明年的息率走勢 美國經濟和美元走勢 加上明年有兩場大選 地緣局勢的變化等等的因素 你會建議大家 在2024年的資產分布上 我們先說第一季 應不應該將一定比重的資金 例如放在黃金加密貨幣 以至於債券相關 債息或者債價相關的資產上 我們先說 其實無論黃金或者債券 我覺得是有少許份額放進去 我覺得是相當自然合理的一個 或者理論上的直播 都是相對比較高的事情 也算是一個穩中求勝的 所謂的手段 因為我們先說 始終在黃金裏面 我們會覺得 其實你要明白 它所謂的強制度在哪一處 什麼叫強制度 你想一下 其實黃金由於是無息收的 對吧 所以在歷代 如果加息加得狠的周期裏面 黃金就不斷應該是受打壓的物體 再加上 其實如果大家看一些經濟學的著作 或者甚至是有些人沉迷於貨幣戰爭 這些所謂的論調的所謂的想法 其實它都會認同一個項目的 就是各國的政府 就是主力的大國 比如說美國 或者歐洲那些 其實老實說 在自從廢除了金本位制的情況之下 其實或多或少 就是我們廢除金本位制 就是法幣制度 那在法幣制度的大國裏面 其實就肯定是對於 即是無論是國家的政府 或者是中央的國家的央行 它或多或少 甚至是其實很明顯地 對於黃金價格急升 基本上是儘量都不想見到它出現的 對於是 對於是 各國的政府 都不想見到它 對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